關於我們的團 下星期我們會出團 出團我們做不做的節目 我們盡量做 做不到也沒辦法 但是盡量會做的 不是 我們不肯做 是那些網絡 好了 九月的團已經滿了 大家不需要再和我報了 不需要再和我報了 九月的團 你說不是我真的很想 我之前問過你 你之前問過我為什麼不入數作實 我沒想到你這麼快就爆 我都跟你們說了我是很容易爆 我每個團才能容納33人 OK 現在我已經收到31人 還有兩個位置 但是有一個美國的讀者 他說他有四個人 那麼我留兩個位置 我都超兩個位置 35人都勉勉強強 因為他說明一定會買樓 那好了 但是我也是有個界線的 他今天到不到 我留這兩個位置 我就會移出去 就給另外一些朋友 很公道 OK 好了 8月 反而還有位置 不知為何 OK 但是都是WhatsApp 我先問一下 你不要按那個時候 因為其實入錢都沒有錯 我會退回給你的 但是你很麻煩 我這麼忙 OK 所以有見於此 沒有辦法 從今年年頭 大家記住 我讀者說我不想再大團 很累 但是沒有辦法 正所謂 與你到海邊 有誰不想去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那些人說 喂 那裏排話 你自己去看看有沒有排話 喂 那裏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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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說來說去 突破不了 就是因為你怕cheap 跟你的朋友說 你去哪裡 去馬來西亞 為什麼不去美國 為什麼不去哪裏 你覺得cheap 而我告訴你 It is not about cheap 這個不關cheap不cheap事 為什麼我們這麼多 其實我們很多團友網友 是拿外國護照 因為他們跟我們報名 旅行上來知道 為什麼你去看看 因為你要找一個人 你適合自己的地方 馬來西亞對我認為 對華人對香港人的適合 是比台灣更深 台灣不是不好 但是台灣有一個最大的壞處 就是要坐11個月的移民監 生活費又便宜 為什麼你不去看看 給自己一個機會 我不是叫你要買樓 不是叫你要搞MMH 而搞MMH 就更黃道到不得了 放這麼少的錢 譬如我50歲 我放20萬港幣 我可以帶我老婆 帶我兒子 帶我老爸老母 外國是沒有去的 你又在哪裏 那是不是沒有了20萬 不是啊 我現在說不玩MMH 是不是要拿回來 還要拿回來 放了有沒有息 還有息一年 四來幾 我們兩個啤梨 多又不放 我都放了一百幾十萬 馬幣過去 我都不忍耐一點 因為拿回來 不忍耐我 吃息 做息 你說chip 在香港 做二冬公民 給黃崇欺 It is an opportunity OK Come on OK Anyway 既然九月又爆了 七月我們不出團 為甚麼 七月我們有講錯 其一是講錯 其二我是不能記得錯 我去日本 還有 因為七月 雖然是陽力七月 不是農力七月 但是七月 都是好多季 所以 七月 我們是不會出團 七月我今次去哪裏 我也是去日本 去日本不期 我老婆和兒子去日本 最冷的也是去大阪 那時候老婆還叫我不要去 你不喜歡 不要走 嘗試我自己開車到處走 但是就去看我 咦 你去又去 走開 你倒洞骨 我就開車到處去 是呀 我老婆很去處 我這次一定要去 去非田生地 好了 去買下碟 買下書 好了,有見於此,要這麼多人向慾,那怎麼辦? 不要緊,十月團又來了 沒錯 但是,剛才你跟我說了日期 剛剛有一個朋友問我 剛才大家看到有一個人問我 他問我可不可以搞移保檳城 但從來搞移保檳城是很遠的 那他最少要八、九天 那我們是不是不如索性搞移保檳城團 都可以 沒有,我不會的 為什麼呢?我是做生意人 你們可以自己去移保檳城 但我跟大家說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說喜歡檳城 即使有人移民過去,我也是很奇怪 為什麼會喜歡檳城? 我到現在真的大話不解,有很多華人 芙蓉也有很多華人 都是七成的 廣東人比例高很多 那裡有海 那你去到迪晨港 你扶庸駕駕駕駛半輛中車 那裡是甚麼 是 那裡好,我要這樣說 我簡單地跟大家說 檳城最旺的商場 最旺了 最旺了 大約是八十年代土光環的威威商場 那麼長 黃大仙中心? 或者現在是黃大仙中心 最旺的 你會去檳城 如果是宜保 宜保我真的不懂 我講不到哪裏最旺 懷舊風味 懷舊風味 我只能這樣說懷舊風味 最旺那裏 下午四點五點 成都當然沒有人 是不是 我不是說不好 你去吃東西玩一兩天是好的 這兩個地方吃東西玩也好 OK 但是你說去住真的沒有甚麼可能 所以我是不會浪費大家時間 大家可以自己買機器去看 我們是重點看投資 投資不只是錢 是投資你的生命 投資你的人生 記住特別是年輕人 你還有機會拿到大馬護照 大馬是全世界最年輕的地方 消費全亞洲最低 為什麼你不給自己機會呢 於是我們終於多選一天 10月 10月幾時? 10月11至16日 10月11至16日 我先看清楚 不要懶惰了東西 是的 行程大概都跟我們之前的一樣 都是又會去馬洛甲 是 又會去天空之鏡 嗯 那你們很討厭 10月有帶團 9月有帶團 8月有帶團 那這節目怎麼辦 所以大家放心 我為了要讓大家習慣 我們是11月12月都會帶團 大家就習慣了 每個月都有幾天休息 不過我未想清楚 因為11月12月我打算不去馬拉 嗯 我是打算去香港 跟我們香港時區 是完全相反的地方 那我們就可以深夜做節目 不會脫掉香港的節目 以後可以跟大家去玩 哇 而且今次這個團 是不涉及任務投資 純幻團 坐十多艘充頭飛機 沒錯 大家留意著 因為我這些團一定不多 我最多收十四十三四人 即是連我們 十三四人 暫時目的呢 我自己 要不就是北歐、丹麥、挪威、瑞典 意大利可以嗎 不… 北歐、挪威、瑞典 要不就是 烏克蘭那邊 烏克蘭較近 烏克蘭較近 是的 就想看看怎樣 一定是豪玩、豪食團 亦也拍攝製作特輯 因為我們在北歐有人招呼我們 剛剛上個星期這個傻妹 就找到一份工作 就請他們吃飯 就在丹麥找到一份工作 也很難得 一畢業 請他們吃飯 就在這個 三聖村 就不用響名的 三聖村 但是因為是別人請 其實我很沒風格 我經常想請 因為給我給你吃飯 大家知道哪有要付錢的 但是 別人要請的 我很沒風格 就沒有下去選擇 其實我現在時候才說 其實我最喜歡吃的是琵琶蝦 我喜歡吃琵琶蝦 但我真的喜歡吃琵琶蝦 那天的海鮮怎樣就算 我覺得一般 你覺得怎樣 海鮮的煮法不錯 煮法不錯 我反而那隻叫 叉燒 叉燒可以 但是其實叉燒味道圓不換 但是也好 湯也不錯 湯也不錯 大家留意著 看我們這個團 也是要攪拌 十幾個小時 就是十幾個小時 吃兩顆安眠 現在上一天就睡 睡到幾天就睡 睡到幾天就睡了 我自己睡了 十幾個小時 至少要玩一個月才夠皮 那倒是 那倒是 那倒不是 我們一定要找一些時區不同 時區不同 我們才做節目容易 因為我們六點鐘做節目 如果在馬來西亞 你為什麼六點鐘做節目 以烏克蘭就多一女 烏克蘭就多一女 烏克蘭女生 我跟大家說 烏克蘭女生真是全世界最美 好嗎